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電玩快感 是的 恭喜恭喜 恭喜發財 欣雅知道今天是什麼樣的日子嗎 今天是小年夜 所以在這邊要祝大家 對 今天同時是美好的假期 第一天的開始 同時在這邊祝福大家 看送這張給大家 這是什麼 納豆 這叫納豆 恭喜您 那干我們什麼事啊 不就是我要恭喜大家 大家都是我 好 納豆 恭喜 納豆 恭喜你 好不好 就祝福大家 因為是我助理特別寫的好不好 給他看一下他的字還滿特別的 OK 好的 在這邊呢 這個我們要大概講一下 因為你知道這個新年時間呢 其實大家走到哪裡 常常聽到各種 關於這個吉祥的歌曲 對 不如我們就來PK一下 PK歌曲看誰知道得多嗎 對 關於新年的歌 好 然後如果輸了呢 就要包一千塊錢的紅包給對方 對 我也準備好了 我也準備好了好不好 那就從我先囉 好 新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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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該妳 這什麼歌 有這首歌 真的有啦 真的有啦 彩神到 彩神到 我在家門口 是這樣唱嗎 想亂唱 好 那好 換一首… 請恭喜啊 恭喜 保安保大財 該妳 美鳥大街消鄉 每個人的嘴裡 哪沒出廚鄉 是妳 這樣不像 好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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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誰都有金日 那是三十八老 好 放棄了啦 送妳啦 謝謝大家 東哥 恭喜… 好嗎 其實今天的我們當然是喜慶啦 好不好 今天我們非常多內容非常的豐富 包括我們這個跨打實驗室 要教大家用腦波來玩電動 而且我們還整理一系列的手機遊戲 要陪伴大家一個溫馨的小名業喔 當然啦 今天還有很厲害的是我們桌上遊戲桌遊 要介紹給大家啦 所以今天內容非常非常的豐富喔 對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小型遊戲 07年在N3DS上 推出極大受好評的 時空幻境純真傳奇 現在更將在新平台PSV塔上 推出重製版 時空幻境純真傳奇R囉 遊戲公司就是看準了 PSV的畫面 效能 觸控世界面等因素 替本作量身打造許多PSV的 專屬遊戲要素喔 當然先前大家喜歡的遊戲特色 也全都保留起來啦 而本作除了在戰鬥系統上 有大幅變化 以及新增的故事內容之外 遊戲在玩法上 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啦 不過有多了新隊員 以及觸控式的隊伍指令等內容 讓我們在戰鬥組合上 可又多了數不清的玩法組合囉 改成這樣好像是比較好沒錯啦 可是如果跟新亞一樣 常常反應慢半拍的話 會不會在戰鬥時 變得常常打架都打輸啊 希望不要才好啊 要想在最近弄個萌戲遊戲排行榜的話 那肯定少不了最近即將在PS3上推出的 萌萌大戰爭現代版2PLUS啦 本作其實是PSP萌萌大戰爭現代版PLUS的強化版喔 除了承襲了前作的特色 當然也加入了這次PS3版的專用角色 以及角色養成等新要素喔 遊戲中我們扮演司令官 操作這些由辛勤兵器所變化而成的鋼之少女 迎接挑戰新一代的戰鬥 故事劇本更是從1980年的中東戰線 到虛構的三次世界大戰都有呢 另外遊戲還在通信維修的部分 加入了互動機制 讓我們可以邊進行修理的工作 邊跟這群鋼之少女們 有更輕易的互動接觸喔 哇 這次新增的內容可真是不少耶 加上各種可愛鬥趣的必殺技表現 讓人對這款遊戲是越來越期待囉 由日本知名輕小說作家 平板讀所著的《我的朋友很少》 在PSP平台上推出同名作品囉 《我的朋友很少》攜帶版 承襲了原作的人物角色性格 我們扮演一個因外表等因素 而被誤認成不良少年的主角 與賴川小英 我們將與同班美女三日月夜空 共同成立的靈人社裡 與另一群美少女們 進行一場遺憾系青春Live故事秀喔 而且遊戲裡除了原創的劇情之外 還加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劇情發展喔 再加上能讓角色表現更加生動的Live 2D技術 各位玩家是不是更加期待了呢 遊戲內容真的是充滿了無數的笑點 也難怪會有那麼多的朋友喜歡啦 不知道遊戲最近又會推出哪些精彩內容 就讓咱們一起拭目以待吧 最新月底登場的PSP策略模擬遊戲 機動戰士鋼彈 木馬的軌跡 遊戲以著名的一年戰爭為舞台 讓我們再次重新體驗 原作眾多的經典場面喔 遊戲中我們扮演被稱為 木馬的白色基地戰艦的指揮官 與準人等優秀駕駛員 一同並肩作戰喔 本作中是採用SLG的即時制 所以玩起來也顯得格外刺激啦 而戰鬥中又分為戰場模式與局地戰模式 在戰場模式下 我們將能體驗到極戰的樂趣喔 如果怕遊戲節奏進行得太快跟不上 或是想要扭轉戰局的話 不妨多多進入局地戰模式裡吧 在這裡頭打仗時 外頭的遊戲時間是暫停的喔 所以我們可以安心的控兵打仗 慢慢拉回烈士啦 好在不是完全即時制 不然應該會有一堆人跟我一樣 光用看的就手忙腳亂了吧 但是我們現在玩有賭注的喔 對 輸的人呢 心臟病輸的是這樣 啪啪啪三大掌喔 對 啪啪啪 正手 反手正手 來啊 1 等一下…1 1開始了 2 3 4 等一下 為什麼 不是在錄影 妳們在幹嘛 3 3 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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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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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1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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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可以把我勸你跟我換 你怎麼知道我在講什麼 妳可以把我勸你跟我換 快點 好,我跟妳換 好 真的 安心 真的,妳跟我換 我不會害妳 我還有一次 我還有一次換牌機會啊 那我可以 我可以跟我的好朋友商量一下 不可以商量 拜託,都不能換別人的牌 妳快一點 好啦,我可以換了 妳怎麼換 我覺得妳換 安心 安心 我有一次換牌的機會 我跟妳換 不要 對啊,我可以換一次 而且妳不能拒絕 我剛剛就這樣子啊 講好了啊 不好意思,請換牌 好,一、二、三大家開牌 我是十二 我又換回自己人牌了 來 怎麼那麼急 一、二、八 七 妳是什麼牌呢 我安全了 安心,妳是什麼牌呢 是牌的 安心 送你三顆星 來 送你三八掌比較快 沒有,我不要先講 換牌就是這樣子啊 換牌,反而這樣 是大家自己抽出來的 安心 請讓妳的點夾伸出來 妳兩個先打 妳兩個先打 有點不忍心耶 妳跟妳幫她找 剛剛講好了 妳可以把什麼牌 快一點啦 等一下,妳先 而且我接好了 我不管打的 怎麼這樣子 好人 不能這樣玩 妳這樣玩都不意思 沒有 我教妳怎麼樣打 不行 不然我覺得 我的力氣就大概 最大就這樣 好 真的,因為我昨天 妳不能不能這樣 叫她這樣 昨天去錄一個節目 就是手有點扭到 所以 顏色很好 好好喔 說你們有什麼力氣 有一點貪軟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 你看這樣子像大彎 是有什麼意義 來啊 你看我臉跟他們一樣 現在還在... 沒有,如果你是周到三的 就不會是這樣 完全啦 你叫一下 證書不說 我們... 我們自己這樣每天這樣子玩 還不是這樣打來打去 有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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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那麼久啊 你叫我怕 我這樣... 換... 我就是拍一個人 我就是幫你拍的對不對 我跟離婚 我跟離婚人來啊 我們靠老婆 你知道嗎 大家不要生氣好不好 這都是好玩好不好 對 現在等一下 我們其實今天還有很多精采的遊戲 好 我們今天有很多特別的遊戲 這個桌上遊戲 簡稱桌遊 等會兒不是桌遊 阿公 不是桌遊 等一下要跟大家起來 同樂一下好嗎 先看一下本週的 好燒新駕 現在要為大家介紹的 是老牌機器人動作遊戲 機戰傭兵的最新續作 機戰傭兵5啦 雖然遊戲延期發售 讓我們有那麼一小點的傷心 但是知道是遊戲公司 為了要讓遊戲變得更好 才比較晚推出之後 反而更加令人期待 遊戲的到來囉 而本週的特色呢 除了依舊保有 充滿速度感的超高速戰鬥 並且還多了能製造一擊必殺 扭轉戰局的超武裝系統喔 讓大家對戰起來啊 感覺更加戰戰兢兢的啦 另外啊 本次的遊戲內容 更是有別於以往的 單人劇情模式 改以多人連線為主了耶 我們必須組織一名 縱觀全局的操作員 以及四名上場戰鬥的戰鬥員 組成一個五人小組 來與敵人或對手相抗衡喔 哇 這下看來 要想單打 獨鬥 打到破關 可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喔 惡靈古堡系列在N3DS掌機上 推出最新作品 惡靈古堡啟示 這次遊戲搶打的是 裸式3D立體顯示功能喔 看看這位身材只比我好一點點的辣妹 看她來勢洶洶的樣子 好像是要來跟我搶粉絲的耶 我怎麼可以那麼簡單 就被她比下去了呢 這次大家也將跟著 BSAA太原吉兒的腳步 前往地中海某處擱淺的郵輪上 找尋突然神秘失蹤的克里斯 我們也將面對新的神秘敵人 以及更可怕恐怖的新病毒喔 哇 才一感染馬上就變身了耶 真是太可怕了啦 不做好心理準備的話 可是會倒倒霉的喔 看到沒有這就是沒做好心理 準備好好的下場啦 哇 這不就是 秀斗摩導師裡頭的莉娜嗎 還有各種帥到爆表的招式 光是看到這個畫面 就讓新雅自己也很想親自去玩一下 這款集合眾多知名動畫角色的 PSP全新動作RPG 英雄幻想曲 遊戲的背景是以日本為中心的 現實世界 與幻想風格的異世界 亞德羅亞世界 結合成遊戲舞台 我們必須想辦法率領眾戰士們 阻止世界融合 回復世界的本貌喔 看看這魔法戰士的主角 魔術士李維 精彩連貫的連續季表現 還真是讓對手 連喘口氣秀琦的時間都沒有呢 還有男生女生都愛的 ROD超指師 獨子烈特文 以及大人小孩都喜歡的 Kerolo軍曹 也通通都加入到遊戲陣容裡頭囉 還有讓人期待的四位一體的 聯繫攻擊 以及救急奧義等遊戲特色 總之啊 大家將會見識到 各個經典作品中 大夥熟悉的角色們的 傳奇必殺技喔 大夥熟悉的角色 一既上次介紹給大家 有相當難度的 大航海世紀2070後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 這款PC Game All Rush 就顯得簡單多啦 我們不再需要花太長的時間 來進行建設 反而是注重在如何操控軍隊 來搶佔一個又一個的 油田據點喔 遊戲大部分的時間 都以很快的節奏來進行戰鬥 這時必須考驗大家 調兵潛將的能力 該如何善用遊戲 右下角的小地圖 和海上空中部隊的派遣時機 以及隨戰鬥提升等級 能左右佔據的三種科技技術 就成了戰場戰役 勝負的關鍵所在囉 哇 不重建設只重打仗啊 那一定常常都是大混戰啦 如果空兵能力 跟星亞我一樣差的話 那應該是吃虧吃很大 最新節奏動作冒險遊戲 節奏怪盜R 拿破崙皇帝的遺產 遊戲特色除了能邊享受 音樂節奏帶來的樂趣之外 我們還需要一邊動腦解謎 進行另類的冒險之旅喔 遊戲的背景是著名的花都巴黎 我們扮演年僅18歲的少年主角 怪盜R 為了找尋失蹤父親的下落 必須從各式各樣的美術作品裡 發現關鍵的神秘文章 來解開一連串的世界謎題喔 進行遊戲時我們有時需要配合音樂節奏來按鈕攻擊敵人 有時則是利用到N3DS的各種機能 像是進行吃肉遊戲時 便需要利用陀螺儀機能 快速搖晃主機 才能把肉很快的吃光啦 還有手持小提琴的可愛女主角 運用觸控筆來點擊音符憲譜 就能擊退邪惡的惡魔騎士團喔 或是與偵探來場男人間的足球對決 環環相扣的刺激冒險過程 肯定是驚呼連連的啦 大家只要一玩 真的很難停下來休息耶 下段電玩快檔 超神新科技 老婆也能玩遊戲 歡迎回到電玩快檔 是 各位你們知道嗎 這最新的四世代主機的一些這個 遊玩厲害的新科技 你們會想到什麼 還有一些視訊跟聲控 對 其實那些都不算什麼了 沒有 很厲害的 當然有更厲害 今天歡迎幾位來呢 我們要的東西更厲害 深圳厲害 你們知道現在要用什麼 在玩遊戲嗎 什麼 用坡來玩遊戲 什麼坡 什麼坡 不要 不是那個意思 我們在接著耶 什麼坡 我們說的是腦坡 我不相信腦坡怎麼可能 可以玩遊戲 就是因為妳不相信 我介紹四個你們看 妳怎麼 妳頭在痛 我在想腦坡真的有用嗎 你在想腦坡是什麼 不要弄啊 不要弄啊 這樣會很笨耶 而且他現在要怎麼玩 他沒有腦坡的啊 對 他沒有腦的 今天我們要順便來測一下 究竟米可白這麼笨的人 他有沒有腦坡 對 這邊要測的是 對 怎麼會測不出來 好 這麼不開心 我們有這專門的來了好不好 好 一起歡迎國立台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系的孫教授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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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柔你好 孫教授跟我們大家打個招呼 好 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聽說你發明這個用腦坡來玩遊戲 對 基本上主要是由外界的刺激 我們大腦會產生一些反應 然後我們偵測反應來做一些控制 聽說你可以用腦坡讓人家玩射擊遊戲 對 腦坡可以射擊怎麼可能 你又知道我在想什麼 怎麼說 沒有關係你們兩個不要在這邊 你們在趁機干擾人家好不好 今天要讓我知道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什麼叫做 腦坡自己有吸引 你不要電啊 這個叫做 這個現在新亞現在貼這麼多條線 這是沒有電的是不是 這個沒有電 因為它只有 信號抓過來而已 沒有 沒有電 你不要放棄 自己很遠 這個是沒有電的 但是它主要是要把 可是我以為說腦坡要貼在頭頂 就不是 反而有的是耳垂 有的是你看 是有穴道嗎 為什麼是這些地方 實際上頭頂也可以 但是這裡主要是要靠它的這個 眨眼的雞電位 在大腦裡面產生的電位來控制 了解 所以這個遊戲要怎麼遊玩 我們試試看好了 好 來 我們先開始 先要 越高會表示越笨還是越聰明 不是 門檻值就知道 它的電位的信號強度多少 好 它等一下閉眼睛就可以 真的耶 好 開始 好 來 保衛地球 真的耶 好準喔你 所以這個是腦坡嗎 這個是腦肌電位 就是包含肌肉的電位 在大腦裡面 對… 沒子彈的 沒子彈的話 不是藉由它身上的那個來抽飲 而是它這個是機電位就對了 對… 好神奇喔 好酷喔 我自己會認不住跟著眨眼睛 我自己會認不住跟著眨眼睛 你不認不住跟著眨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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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比如說現在 四世代主機的遊戲 是比如說我們用身體去動 對… 用體感 像這個已經是另外一種了 這真的是用腦波機電位 對…腦機電位 所以現在你自己在玩的感覺 你就覺得這樣靈敏嗎 比如說眨眼睛的它會發射 很靈敏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換子彈 我覺得沒子彈 沒有投入在遊戲裡面 但是教授請問 為什麼要做像這樣子的去研究呢 因為我想說很多電玩的朋友 基本上他可能肢體不太方便 對 那我們就用腦波來讓它完成這個使命 就是說它基本上就可以 本身就是靠著這個 等於說大腦的思考 或一些腦機電位 來做一些電玩的控制 對 這個是我覺得現在是發展在 現在是電玩上 對… 未來有沒有想說其實發展到 比如說醫療上面 或是其他應用方面 對…這個在醫療照顧上 很多比方說健動人 或一些是中風的病人 其實他不能動 但大腦很清醒 譬如說他要看電視要轉台 對 你想如果說電視方便 用這個在轉台的話 對… 深降椅或是一些 真的… 對…都可以… 因為我們也做了中文輸入 可以用腦波打中文字 對 這是可以打字的 用腦波打字的 腦波打字我不相信 對…我們已經用腦波打字 對… 然後可以上網 真的假的 可以用腦波上網 這個技術是 您還在研究當中 腦波打字已經做完了 已經可以真的實做了 對…可以實用了 所以我跟你講以後 像是大家會說 譬如哪個智慧型手機 我們開車的時候 是用嘴巴講到它輸入對不對 對… 以後是用響的 它就會這樣出現了 不過它要看著螢幕的鍵盤 因為鍵盤會有各種刺激 我們說眼睛去抓那個鍵盤就對了 對…然後測它的腦波 對…看它專注在哪個位置 這個真的是譬如說 你說健動人 哪是植物人的一大福音 對… 可是也有點恐怖 因為你在想什麼 就是很容易被打字 想什麼就被說 那應該是我自己知道吧 對…因為接下來的測謊 實際上你想什麼 我們大概就知道 對…就是之前不是印度 有那個殺人犯 是透過那個測謊機去定罪的 對…判死刑 所以這滿嚴重的 那就納豆 我愛說謊 好啊 你說這個東西可以測謊 可以測謊…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一身 洗日證做得來測我 趕快… 快… 真的嗎 真的…我們等一下可以測 你對安心雅 或是對筒筒 這米可白 看誰最喜歡做你的搭檔 完蛋了 你趕快… 沒有問題 你趕快做得 這個OK的 其實我個人覺得 我一個人就可以不用搭檔 對… 怎麼會這樣 你 後天… 好 小小 小小 你電話被開到你講了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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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為什麼我牽了比較多條線 為什麼 他連頭都有耶 因為要測他的腦波 這是真正的腦波 看他在想什麼 對 所以現在要做什麼實驗 好 我們現在要測一個 你內心想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這樣我不講你也可以知道 你完蛋了你 好 我們這裡有四個信封 裡面有不可牌 你隨便抽一個 好 好 來 你不要故意叫我抽哪一根 裡面有其中一張 你把那張牌拿出來 你們都轉過去了 不要給你們看到 我們不能看是不是 我們都不能看 你們不能看到嗎 不是,我看到已經轉過來 閉上眼睛 有三張耶,怎麼辦 你抽一張 那我留著 有三張對不對 那我自己選一張 我喜歡 對,選一張 對 剩下兩張就放回來 我知道,我非常喜歡 好了 好了 來 你那一張就壓在外面 那一張牌呢 基本上就是你的王牌 好 所以你要很專注的 去想那一張王牌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從這個 來,信封我就先 好,你先放著好了 是吸的 忘記了是不是 沒有啦 是怎麼樣 你用最遠的牌 不會有一定失憶嗎 不會 我把那個圖像記清楚 確定了 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要做一些刺激 緊張 按N 好,內心要專注的想 沒反應 也沒反應 也沒有嗎 好,你這個牌 我們會顯示八次 你就內心專注的想 想的那一張牌 對,想的那一張牌 他會不會在想別的事情 那就不行了 然後馬上就K下去了 像昨天的事情 有一格突然會 你看,你這個很大 要眨眼睛就是 排方過來的時候再眨眼 對 幹嘛忍住不眨眼 排方過來你可以眨眼休息 這一張 剛剛那樣 沒有,我剛剛眨眼睛 那個是眨眼睛 是紅心疤嗎 好 有了嗎 來,我們來分析一下 有數據 這樣就可以知道 我一句話都沒有講 我就用想而已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結果 好,我們現在先把它 剛才測的資料 先把它選取 然後做一下腦波的分析 所以我可以動了嗎,叫做 可以 你現在可以動了 你也可以講話了 真的嗎 對,都可以了 對 可以在測了 對,所以... 在跑了耶 真的真的假的 這樣會知道 太酷了吧 所以是誰 380 我們看一下哪個信號最大 好 怎麼看信號比較大 很明顯嗎 很明顯嗎 我們看這個紅色的 這邊正幅最大 那紅色是第一條線 所以應該是3 3 3 不是 什麼3 什麼花色 紅桃山 你怎麼知道 看腦波就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 所以你很專注在看 因為前面就是紅星上 他安心還被打 所以大家特別喜歡這張牌 但是... 好酷哦 你看這裡面 別張牌都是別的 然後我就特別只... 我剛剛有抽到這一張 我喜歡這一張 我就把它放出來 然後剛剛出現上台的時候 我都沒有講話 我都想說 對,就是這張這一張 好厲害哦 所以你們想的東西 腦波抓得出來 那我要再問他問題 可以,我們接下來問 問那個... 側網是不是 最喜歡的 好,來 那還有一個吊的,快把我貼上去 好,來 現在要接著呢 第二個測試 這個測試是什麼呢 教授 對 基本上我們那個納豆呢 最喜歡搭檔只好你主持人 我想這裡有三位 那我們讓納豆 從大腦裡面呢 真誠的反應出來 當然是童童 拜託 我怎麼知道你講的 真的講得虛情假意 童童,你看 米可白也不錯 米可白,你看 有沒有可愛 那我呢 還好 好啊,算了啊 算了啊 測一下啊 好,那我們就測一下 我們等一下呢 畫面會出現這三位 這個明星的名字 那你等一下用真情的聲音 輕輕的把它唸出來 用感情的方式 不用,只要用真情 這裡是強調 真情的方式把它唸出來 真情 腦科學也有真情這種東西 它名字可以唸到給我們聽到 對,輕輕的唸 好,開始 來 我們納豆要專心一點 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彤彤 不要吵他 安心亞 這大概一分多重 米可白 安心亞 彤彤 米可白 好,來 你怎麼笑出豬的誰是 的樣子 我媽啊 這樣你就這樣出來 我喜歡哪一個喔 你死定了 所以是怎樣 展映最那個 拖斷最大的來說 對這個感覺 對 這個感覺 但搞不好是 理論上應該 對,最喜歡的 會不會有這種恨意有可能 對啊 有 但是理論上 你應該不會恨這三位 對 我妹妹 這也怎樣 如果說真的安心亞 如果出來結果是 譬如說米可白 妳是不是有失落感 對,會不開心 會覺得 你現在是希望我被換掉就對了 但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有點 就 毛毛的 就覺得你是不是有點喜歡我 沒有 以後見面有點尷尬 就大家就尷尬了 我正想刺測 刺測是說 你到底有沒有曾經對我動過真心 我才擔心你有沒有 是誰 有了,出來了嗎 有一個頂天立地耶 真的假,差這麼多 對 有一個頂天立地 就是這個頂天立地的 綠線 那綠線第二位是誰 可是有的時候看紅線 有的時候看綠線嗎 不是,是看它的反應最激烈 反應最激烈 對 我們剛才看到一個 反應最激烈的 是彤彤 算了,有沒有 好,就有分辨了 真的 真的,假的 我給你朋友 到休息到現在為止 到今天就沒有了 我跟你講 我剛才到你的時候 我故意就想想 這樣 你為什麼會做 就是童彤 對,你騙不了人的 一äischen也有指得想童彤 我沒有 aside,你剛一直在跟他聊天 不是 這是我剛剛認識很久 跟他認識很久 其實我們從這個時間 做出一個結果來 就其實今天愛我 其實今天不是我來愛一下 是岸秘 Hiç來愛我 你看 我怕安逸彤給我出來 你就這麼啊 好不好 好 playful 是不是 這個滿有趣的 對 可是其實 我不跟你這次太了 好啦… 你愛尖叫耶 沒有 我跟你講其實 所以剛剛 為什麼我是童彤反應最大 其實我不太理解 因為其實我剛剛真的 字在跑出來的時候 我剛剛有一度其實這是 我跟你講有一段 你的名字我今天還有反應的時候 可是如果到童彤名字出來的時候 我還在想著安西亞的三個字 會有影響到嗎 會 就會影響到反應 反而到童彤大對不對 對… 實際上刺激你應該即時反應 對 因為我剛剛有一個比較慢的 我剛好幾個是這樣 譬如說到童彤的時候 我還想上一個安西亞的名字 我想說我要故意加強你那個 所以你要把我排二啊 你怎麼排拚呢 沒有 因為他反應不夠熟悉 今天其實是因為我反應太慢 你反應太慢 你反應太慢 好啦 這滿有趣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多做一點研究 好不好 再來謝謝教授 謝謝 謝謝 那跟我們休息一下呢 我們還有繼續很有有趣的桌遊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謝謝 歡迎回到電話快答 是啊 我相信大家現在已經看到了呢 我們面前有非常多這個 所謂的桌遊 就是桌上型遊戲啦 好嗎 那這個說到桌遊呢 你們大家了解嗎 不了解 大富翁算桌遊嗎 大富翁應該也算是一個桌遊 因為 象棋也算是 應該也算是桌遊 但是我們今天呢 其他達人稍稍教我們一下 因為呢 你們兩個剛剛沒有玩到這腦波的遊戲 對 你們覺得腦波的遊戲 其實我不知道 我確定準不準 其實我剛剛真的最喜歡的 其實是米克白 算了 對 不是我耶 不是戲啦 沒有啦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可能剛剛跟這個 其實我剛剛 我剛剛心裡一直想著你 好啦 不要解釋啦 不要解釋 好啦 不要解釋啦 總之呢 我們今天起來 達人樓是誰呢 是卡牌屋的店長小悠 小悠 先稍後請問一下 所謂的桌遊這個說法 我們大家都聽過啦 但是所謂的桌遊 到底涵蓋的範圍是哪些呢 其實桌遊的歷史相當的悠久 那它可以 一直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 那但是它成為一個 那個就是產業 那大概只有二三十年的歷史這樣 那剛剛提到的 譬如說大坡呢 象棋這種都算桌遊 算嗎 對 那就大家小時候 從小玩到大的 像一些 像 全部都可以都算是桌遊 都算到桌遊 麻將算桌遊嗎 對 它麻將 我們國外有一個網站 跟它其實上 麻將上也是跟路上成為其中一樣 但是今天我們要帶來的是這些 這是所謂的卡牌遊戲對不對 對 這些這一區 聽說有個特別的分類 這算什麼類的 它像廠商這幾款通通都是 就是從電玩 我跟你講隨便拿 阿翔剛剛你面前那個起來看 這個 對 像這一款這個就是 戰爭機器 沒錯 像戰爭機器這一款呢 玩家們就是扮演那個 維安特勤 政府聯盟裡面的一個 對 政府聯盟 對 機角隊 對 機角隊 跟電玩不一樣 就是電玩它是一個 FPS的射擊遊戲 是 那在桌上遊戲呢 它就是大家是一個 角色扮演的合作遊戲 對 那你們要合作一起去 那個 而且也有人要辦獸人那一邊嗎 還是 沒有 獸人的部分它就是 抽 它會抽一個所謂的AI卡 那AI卡會去做那個 就是那些獸人的那個 智能戰術的判定 對 所以你抽出來之後 大家其實我們就講 我們今天四個人一起玩 但我們四個是團隊合作的 對 一起合作的 對 你要對抗 遊戲的這個機制 一起為人類奮鬥一下 那還有什麼其他人 你覺得可以介紹 像這款雷曼兔 雷曼兔也有出桌遊 怎麼玩 那它的玩法很簡單 有點像是 剛剛你們剛介紹的心臟病 對 那就是 大家輪流翻牌 那如果翻到兩張 一模一樣的圖案的時候 大家就要去搶中間的這個棒子 那這個 惡靈古堡居然也有出 對 那它一樣就是 玩家是扮演其中一個主角 然後一樣就是去殺殭屍 看誰殺到的殭屍最多 那它有趣的地方在於說 它就是開門 打怪的部分還是一樣 就是一樣刺激 就是因為你 輪到你的時候 就是你一直看下去 也不知道翻到的是什麼 下一張是什麼 對 但是小燕你會不會覺得說 那說真的 那這樣我們玩電玩遊戲就好 為什麼要玩桌遊 桌遊的魅力是什麼 其實桌遊其實在乎的就是 人與人之間就是 近距離的互動 對啦 因為你玩電腦那種 你還是有隔一段距離 電腦跟似的 像比如說我們平常玩這個 比如說我們玩360 玩PS3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玩的話 跟人家也可以用麥克風講話 但是那個還是 畢竟不是在我們這樣面對一面 在玩 因為像我常常去地下街 有一些專門在玩 那個抽象型卡片 一些電腦有沒有 大家在裡面 其實是有點和熱融融耶 那比如說一桌 然後我們兩個在那邊這樣玩 就 他們也沒什麼講話啦 但是中間還是這樣 感覺還是不錯的 對 所以你們店裡面也是會有這種情況 我們店裡面基本上就是 不管男女老少 他們其實都是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玩的感覺 其實是非常的弄起來 真的喔 現在桌遊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了 對不對 那這一根 好重 這個是魔獸世界 魔獸世界也好重喔 對 那它一樣可以打副本 好多喔 這是它那個地圖 打那個地圖 它有地圖耶 它有一個地圖 酷喔 然後呢 好多東西喔 如果不是這樣玩的時候 要放東西上來對不對 對 那裡面像這樣子的東西是什麼 就代表就是 你看 人嘛 怪獸啊 這個好 這個如果說真的 我們接下來買了一個這樣桌遊 那我們都不可能 直接會玩 裡面這種說明書嗎 還是比如說要去哪裡 一般來說就是 像我們有一些 國內有一些代理商 他就會有做中文版 或是副中文說明書 那有些是直接從國外進口的 那這部分就是 靠玩家們熱血這樣去把它 先去翻譯員 對 好好分享給大家 好棒喔 這個如果說真的 幾個好朋友 因為你不要說 我們平常好朋友 大家居在一起 都現在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玩什麼了 每次都唱歌啦 然後吃東西啊什麼 其實我覺得你真的 大家聚在一起 拿一個這個出來 其實可以培養那個 你覺得這裡面 你覺得大家最喜歡 受歡迎的是哪一款 以簡單來講 當然就是像這種反應類 就是隨時... 那個一下就學壞了 像惡靈古堡那種 就是情境的模擬 就是大家 就是都喜歡角色 惡靈古堡 那帝國實在這種是怎麼玩 它這個就是 就是比較偏策略一點的遊戲 它還有分策略的 對,其實很多主張遊戲 大部分都是還滿有深度 就是它需要去 做很多那種策略的決定 但是今天啦 我跟你講今天我們幾個人在這邊 我們就來玩了好不好 要玩的話 其實旁邊還有很多種類 還有什麼 大家自己一人選一個 我們來玩好不好 喜歡什麼 自己選 選中底都會 你可以教我們玩 沒問題 好不好 來,選個拿過來 我們看一下 我喜歡這個 你喜歡哪一個 這個很可愛 這個叫做法木達人 法木達人 對 究竟要怎麼玩呢 我們等一下來玩一下 那你的是什麼 好,我選這個 這個是啤酒與脆餅 我愛吃的脆餅 我們這個很好玩耶 感覺很好玩 對啊,夜市都會有 像夜市一樣 好,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玩這兩個桌遊 好不好 看一下桌遊的魅力 究竟在哪裡 我們等一下來體驗一下 對,現在過年期間 連續假期 很多親朋好友都聚在一起 所以我們電玩快打呢 精心挑選出一些 派對同樂的遊戲 要給大家喔 沒有錯誤 來看一下我們精選的 派對同樂遊戲 每到過年最開心的事情 除了可以領紅包之外 就跟好久不見的親朋好友 聚一聚 好好聯絡一下感情 這一次啊 我們就幫大家 跳出一些最適合 全家同樂的派對遊戲 讓大家在過年期間 可以好好熱鬧一下 準備好 起來動一動了嗎 首先 讓我們來做個暖身操吧 滿跨50年代 到近期的各式熱門舞曲 不管是自己一個人 或是朋友在一起 都可以享受到 極大樂趣的這一點 正是《舞力全開三》 這款遊戲最大的魅力所在 大家只要依照畫面上的指示 隨著節奏 擺出正確的姿勢 就可以輕鬆的得分 即使是大家一起跳同一首歌 動作也不盡相同 可別傻傻的 都跟著別人一起跳喔 除此之外 不同的模式之間 挑戰性也都不太一樣 如果怕放假期間 吃太陽還會變胖的話 可以來玩個牛海模式 除了讓自己好好的動一動之外 還有隨便燃燒一下卡路里 可說是一舉兩得喔 好啦 熱身的差不多了 準備迎接更瘋狂的挑戰吧 接下來這款瘋狂兔子 追趕跑跳碰 我們可要面對成千上萬 腦袋不正常的兔子喔 依照過去的傳統 瘋狂兔的內容 一樣是以各式各樣的 小遊戲為賣點 因為故事的背景 是描述社群發瘋的兔子 在城市裡面到處搗亂 所以想當然的 我們免不了來各種場合 跟他們對抗啦 比方來說 有時候呢 要扮演車站的站長 把那些不熟規矩 投手深入窗外的兔子給打回去 有時候呢 要變成賣場裡的警衛 冒著被一大群兔子裁鞭的危險 去想辦法把田面給關上 再不然呢 就變身成消防隊員 奴隸保護好設防設備 免得被這些死兔子啊 就一把火燒光光啦 除此之外呢 也有一些搞笑成分居多的遊戲囉 比方說 這個充氣娃娃健美先生比賽 我們要按照指定的動作來擺姿勢 不同的部位都是獨立做判定的 所以啊 我們一定要盡量讓每個姿勢 都做到正確才能充氣 分數才會高喔 另外啊 還有這種 要活用聲控裝置的遊戲 我們必須發出聲音來吸引兔子 讓他往陷阱的地方走去 並且呢 他得自己調整位置 來控制他前進的方向 不過啊 千萬記得控制一下音量 面對吵到隔壁的鄰居喔 除了一些滿街亂跑的小兔子之外 還有這一種 不知道誰弄出來的 超大型兔子機器人 也跑來湊一腳 在這裡呢 我們要控制我們的四隻 分別觸摸畫面上的圓圈 這樣一來啊 就可以把機器兔手 丟出來的東西彈回去 讓它自食其果 哼 看以後還敢不敢亂丟東西 正所謂排泥當搞消狼 這件都瘋掉的除了兔子之外 連迪士尼的世界 也開始跟著不正常咧 這一款迪士尼瘋狂世界 故事描述的呢 就是原本正常的迪士尼樂園 被一個叫做黑客斯的壞蛋入侵 原本和善的一些角色 突然之間都變成了凶神惡煞 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呢 就是進入每一個動畫的世界 去把錯誤修正回來 這款遊戲呢 可說是集合迪士尼 所有知名主題動畫的大權 舉凡加勒比海盜 獅子王 阿拉丁 米老鼠 瓦莉 等各種我們所想到的動畫 title 都會出現在遊戲中 讓我們去探險喔 而遊戲的方式也極簡單啦 只要想辦法解開每張地圖上的謎題 並開啟最後的大門 就算是完成這張地圖啦 而所有的謎題啊 在遊戲中 都有非常明顯的箭頭提示 想要卡關 說不定比過關本身還要困難 比方來說 我們可能需要靠大炮 來打開一些機關 或是用火爐 把上方的道具燒下來 甚至啊 我們還可以現場種一些種子 然後馬上澆水 讓它長出葉子來 變成我們的塔殿等等 不過想當然的 除了關卡的謎題 是我們所要解決的之外呢 當然會出現一些敵人啦 愛手愛腳啦 不過啊 基本上都是很好解決的 而且場上呢 常常會出現一些特殊的武器 讓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 得到強大的力量 即使是面對這種大塊頭呢 也一樣有催枯拉朽的能力 還有啊 路上看到的那些金幣 可不是收集好玩的哦 他們可以用來買新的關卡 別忘了 都花點心思收集哦 問完動畫大廠 迪士尼的世界 接下來換到夢工廠 來做長美夢吧 這款夢工廠超級明星賽 把夢工廠動畫中的 所有著名明星人物 集合起來辦了一場 熱熱鬧鬧的賽車大會 我們可以選擇 有各個大家喜愛的明星 像是馬達加斯家裡面的 愛麗絲 面額欣賞的史瑞克 或迅龍高手中的小哥哥 在這場吵吊死的驢子 以及每個 你能想像到的各個有趣角色 而且呢 每個人的率直都不一樣哦 小妮的比賽啊 可不能馬馬虎虎的亂選一通哦 遊戲的方式 基本上跟馬利歐賽車 是沒有兩樣理 玩過的人啊 應該都能夠很快上手 即使沒玩過也沒差啦 以基本的競賽模式來說 除了一路猛充之外 最重要 而且直接影響結果的最大關鍵 就是道具的利用啦 比較保守的 像是張開防護罩 避免被敵人攻擊之外 還有呢 就是利用加速器 短時間來衝刺甩開對手 再不然啊 如果任何人 該把車尾登對著我們 就使用攻擊型的道具 像這個有最多能力的衝氣青蛙 或是直線攻擊 造成能夠反彈的南瓜 再加上這種 可以多次攻擊的盾牌等等 反正拿到什麼 用什麼 千萬不用省 另外啊 還有挑戰模式 是以收集星星的方式 來產生攻擊 集滿五顆星星 就可以發動一次攻擊 每個人呢都不太一樣 而戰鬥模式 基本上就是踩氣球啦 只要誰能先把對方的氣球踩光 他就是贏家囉 接下來要介紹這款遊戲 是在微平台上面的 家庭訓練機 夢幻主題樂園 這款遊戲呢 必須搭配專用的 卡電控制器來玩 遊戲本身 也是以各式各樣的小遊戲 所組成的 首先呢 我們會以遊樂園的客人身分 來到這個主題樂園啦 這整個遊戲中 主要分成五大主題館 包括海盜館 馬戲團館 奇幻館 恐怖館 原遊會館 每個主題館 都有好幾個遊戲 讓我們遊玩 總數呢達到了25個之多 接下來啊 我們就分門別的來逛逛吧 首先 在馬戲肯款中 免不了就是要玩一些 特技類的遊戲啦 像是滾鞠球啦 彈簧床翻滾啦 或是當個訓授師 來表演跳躍跨師的特技 除此之外 高空掌纳車 或是高空盪鞦韆 當然也是不會缺席的囉 奇幻館的主題 感覺比較夢幻一點囉 像是有學哈利波特 在奎迪席中的比賽一樣 坐著哨帚追目標 或是乘坐飛毯逃生 另外啊 還有男人的優雅舞蹈遊戲等等 讓我們在優雅的音樂中 培養一點 來到園園會館 當然顧名思義 就是一些園園會中 常見的遊戲 什麼吹氣球啦 滾堡靈球之類的 在所有主題中 最有趣的 就飛海盜館莫屬啦 海盜館的遊戲 通常比較有故事性 像是為了搶回鑰匙 而有猴子展開追逐 或是為了對抗暴風雨 而在船上搏鬥 其中 最後挑戰性的就是決鬥啦 越到後面對手就越強喔 能撐到什麼地步 就看個人的造化與反應快慢啦 各位久等了 耶 沒有錯 在我面前的已經把這個setting起來 這是發露達而至吧 對 小妖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怎麼玩 好 這款遊戲非常簡單 就是等一下大家會輪流拿著這個斧頭 好 輪到你的時候 就是往樹上砍兩下 砍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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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砍兩下 如果旁邊的黑色的 隨便 黑色就是你看它現在 我跟你講 這個椅子大概是這樣子 有沒有 它就像樹皮一樣 對 對不對 黑色的樹皮如果掉下來的話 就是你可以有一分 如果是中間這個淺色的樹芯 掉下來的話 你會扣五分 誰都有十分 只能樹皮掉下來 掉下來都是你的 就是放在你的裡面 我跟你講它就這樣子 我們今天樹的就是彈耳朵 好 OK 好不好 我先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兩下 所以第一下 第二下 這樣我就有兩分了 你就有四分對不對 好 這樣就可以了 你說這一個兩分 一個一分 兩分了 這樣兩分 掉白色的就扣五分 對… 該妳的米卡牌 我很聰明 全倒的話 全倒全部都拿走 一個又扣分 對 你不要把它弄全倒啦 你現在就開始耶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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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得分 好難喔 妳四分好了 妳們好笨喔 妳要找它這個出去會 好厲害 好厲害 然後一分對不對 然後呢 你要用場 要看哪個地方 對 妳要看 對 它其實是看重力的 沒有 重力落下來 妳要幫它製造出一個空隙 讓它重力掉下來 等一下 它怎麼算 沒有 這都它的 妳要幫它製造出一個空隙 讓它重力掉下來 對 這滿好玩的耶 它這樣不算對不對 快點 它掉下去才算 我推出去 等一下 我的天啊 我好巧喔 你很聰明耶 我才聰明耶 我才聰明 我才聰明 我覺得這筆那個超好玩 這筆疊疊那個好玩耶 這筆疊疊那個好玩耶 不要手抖啊 我有點抖 我要往這邊 超好玩喔 這裡推 搞不好那一塊會掉下來 對啊 對 那一塊 那一塊掉下來上面有點危險 什麼 它有什麼算 沒有 這都它的 全部都它 但是剛剛他們有數十 他價值拿一分耶 是五 六 六 然後是要靠五分 所以他只有 我還有一分 我還有一顆 還有一刀 我跟你講我看到這個了 只要沒有拳頭 他可以玩下去耶 好厲害耶 就要玩喔 砍上面就好了啦 砍上面的 它只要 它整個倒掉下來 你這樣我就糗了 好緊張喔 好啦 我也好緊張喔 等一下 好 我啦 吃個玩很糗耶 很難耶 太厲害了 等一下 好厲害喔 來行耶 來 你看我可以多占便宜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你直接把它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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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一個 你直接把它削掉 削掉 要大力一點 我已經有點知道訣竅了 我不敢打 你看它這個把它敲出來的話 它這個就比較會 就是本來面對 樹皮都被你們拿走就好啦 沒有 沒有 三分夠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玩到所有樹皮 掉下來而已 對 或是整攤倒掉 真的耶 這麼好玩的耶 這哪一國人發明的 這個是韓國的 韓國人媽咪 對 中有一盤是他們媽咪 對啊 可以不會超我們的吧 它快倒了耶 一個 一個 太厲害了 這沒辦法了 你是負的 你負太多了 負太多了 其實樹皮很容易就發現了 總結 來 彤彤站中間 他耳朵 一個彈到一下耳朵 好厲害 用力的 你想力我不彈你 你耳環先拿起來 不然會痛 不要我耳環拿下來會很臭 來啦 我先按1 2 3 好 來 小優 我也有啦 小優你不要客氣喔 彈超小力的 你彈很大力嗎 大力一點啦 真的玩 在這邊換我 在這邊換我 1 沒有啊 那是騙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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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然後呢 剛剛這個 這個還滿好玩的對不對 這個好玩 這個好玩 那這個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可以介紹給 有 像除了這個電玩其實 電玩主題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 它也跟一些電影影集做一些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像 像這一款呢 它基本上它是 之前那個HBO有 有播那個影子 來 我來 它叫冰與火之歌 這個是一個影集的遊戲 對 它主要是說大家玩家們 扮演一個大陸上的一個家族 然後你要利用戰爭跟外交去 就是去爭奪一個鐵王座 就是他們皇帝的寶座 這個感覺上 也是需要一點時間上手 對 它其實它是需要 談判技巧的一個戰略遊戲 談判技巧 對 因為你要跟別人做 所以你看像 新亞之前有做一個節目 天人醒必演那個 那個也是就是說 就像大家會這樣彼此 就是玩心機的 就是有點這樣 對 其實那個 其實也是一個桌遊 那我們那個遊戲算是桌遊嗎 對 它是其中一個 也是一個 但是妳有排而已啊 有 我們有排啊 你有沒有看啊 這裡沒有排 這裡沒有排 有 風聲 風聲有說有啊 對 它原本是09年的一個 大陸的電影 然後它主要是 它背景就是說 在中日抗戰的時候 一個諜報戰 那玩法就是 玩法就是 它其實是掌握裡面的那個 就是軌距 就是勾心鬥角的部分 也是玩勾心鬥角的部分 對 那這個呢 那這就是跟哥吉拉那種 哥吉拉 對 那就是玩家控制一隻怪獸 然後你想辦法擊敗別人 就控制 是破壞城市嗎 對…就是可以破壞城市 那說到這樣之後 我們叫電影啊 因為劇情非常重要 對 為什麼劇情張得比較大的遊戲 我們來玩一下 不要讓人家說 我們玩這種簡單的 沒有 據說的 我一定就是這個 廟宇說書人 廟宇說書人 對 它這個非常受歡迎 是嗎 那我可以馬上教你們玩 好 我們來玩一下 廟宇說書人 好的 現在有沒有玩這個遊戲 叫廟宇說書人 是小優特別推薦 最近算滿夯的一個遊戲對不對 它就是出來之後 很受歡迎這樣 好 現在呢 剛剛的玩法是這樣 我們現在一個人選了這個 每個人選那個顏色 然後這樣 對不對 對 那我們每個人都六張 然後在同時就發了 中間這個牌子之後呢 也是一個人六張 對 好 那怎麼開始玩 好 那這個遊戲叫說書人 所以就我們輪流 有一個人要當 好 對 說書人這個角色呢 你必須從你這六張牌的裡面 選一張 然後出出來 然後對它進行一個描述 或者是你可以用表演 或者是用聲音 各種方法 對 然後就讓別人 然後別人 比方說我現在出一張牌 然後我出一個題目 你用說 那你就要配合這個主題 然後找一張牌 適合這個主題 也是蓋著放你面前這樣 好 那就開始… 那誰先 我現在我已經出了啊 你音音關落音 對… 第一題的關落音 你就講關落音 就講關落音就好了 什麼吸的東西 然後你們就… 你們就… 我們就選一個適合在關落音 選蓋著的嗎 對 蓋著放著 我也有 對 就放著… 對 然後放著我會到時候把它收起來 對啊 這題的先放旁邊 對… 然後我要講什麼 你不用講 好 你就選一個出來 你就適合剛剛關落音這個主題的 好 好 那我也放一個 對 你也放一個 那我也放 然後等一下大家要猜哪一張是我出的 什麼你猜得出來啊 什麼猜得出來啊 我們來看看 一、二、三、四、五 然後你就用你這個去猜說哪一個是我出的 然後就是蓋著 也是蓋著 那裡面看你的答案 好 什麼意思 一、二、三、四、五 好 請開始描述 然後我… 不用描述嗎 已經描述完了 就剛剛那個 我的答案是這個 你們也要猜 我們要猜哪一個是 好 等一下好難喔 你們到底懂…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我懂耶 我懂… 我懂 好 我知道 讓我知道 好 好 那我們就來公佈答案 一、二、三 三 為什麼 三 而且他太難過 我竟然沒有人猜對 那這時候說成就就是 沒有人猜中對不對 那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 那為什麼他在關落音 對啊 這音符是不是掉下來 那他是不是在看 等一下 你跟我說 你跟我來 你說他 在看這些掉落的音符 所以在關落音 對 什麼東西嗎 你想像我猜三 我覺得蠟燭 因為我覺得關落音需要這種道具 所以這樣的話說 你一定是不要讓別人猜出來 沒有… 其實說出的人他 就是他不可以讓全部人猜對 也不可以讓全部人猜除 那如果這種情況下 他都會被處罰 被處罰就是他扣兩分 但其實實際上 就是其他人加兩分 那這個能用 因為這情況是大家都沒有人猜中的話 這個就讓你們去分用了 所以像藍色跟粉紅色 然後綠色跟黃色 都可以加兩分 我們每一個都加兩分 只有我沒有加 因為他這個他已經 他已經走偏了 所以沒有人猜得出來 對啊 誰會想問 誰知道 那 鬍子之外就是你 像譬如說 像三號這個誰出的 我出的 你出的 那你騙到三個人 所以你可以加三分 好厲害 紅色這樣 我懂 這樣好玩 蘋果是誰 我啊 所以他現在有一分這樣 那他是女鬼啊 對 因為我偷你 對 然後呢 所以我們直接決定說 換一個人當手術了 就猜自己的就好啦 不能猜自己的 因為我 我的分數就是 不是 我說不能猜自己的 不能猜自己的 這有規定就對了 都有六張了嗎 有…有拿了 好 那 好 這個就先取在旁邊 好 再來 換一個人當手術 換下一個 來 米卡巴你來手術 你的路肌比較奇怪 米卡巴你來 然後牌不要給別人看到 好 他牌有多種圖案 我來啦 我來啦 好 你等一下 想到人先 巨星 所以沒有想辦法 騙別人就對了 對 巨星喔 他基本上 就可以用一些生活上 就是你跟別人之間的交集 然後來出題目 好 來 好 好 那 你要洗牌 要洗牌是不是 對 洗牌 來… 那小牌子可以收回來了嗎 等一下這個從事主要 然後翻開來嗎 對 翻開來 1 2 3 4 5 安西亞 你要把你的答案蓋著 你要把你的答案蓋著 來 答案都是蓋著 對 太好猜安西亞這種 腦袋這麼直接的人 那如果全部猜中的話呢 他也會被處罰 就是大家一樣也這樣 快點 害死他 我知道 1 2 3 4 5 對 好 米卡巴你不要笨了 你快一點 好 那我們開1 2 3 米卡巴你真的很煩耶 3 3 全部都猜3 就你寫2 沒有 大家就要問他 為什麼你選2號 你怎麼選2 我覺得他邏輯也是很奇怪 因為他剛好這個是手心 所以他就是巨星啊 那我好像算太簡單對不對 對啊 你怎麼 不是 你自己看5什麼 你看這個牌 對不起 老婆我請看這個牌 安西亞選的這個牌是巨星 我們大家同時都覺得 一定他還是選這個牌 你們會感覺到我 然後米卡巴那個笨蛋 妳為什麼選2號 妳說什麼意思 因為他手心剛好這樣子嘛 剛好手被割到 有可能是被鋸到 心又手心之後 鋸心 我以為你是說看 我的事業線還不錯你知道嗎 那我們這時候怎麼辦 有答對的人通通加3分 除了紅色沒有加3分 答對全部加3分 我已經有本人了 我跟妳講 如果我們剛剛全部答對 他就被扣分了 然後呢 2號 2號誰出的 我 通通 紅色再加1分 對 藍色再加1分 然後這個加了分 來 請看這邊 加了分之後呢 我們就他的兔子呢 因為這邊有多數字嘛 對 就往上懂他的分數就對了 那最後一結局就是 玩到最 到30分這樣 所以綠色是最後面 因為我剛剛沒有人打對 我剛剛講過 再一題 快點 來 然後再一人發一張 對 一人再補一張發 我不能講 妳的朋友笨 不是 我只是不 我只能不能講 如果剛剛安西亞 剛剛都塞出來的話 怎麼算 就是大家加2分 對 安西亞還沒加分 那其實滿快就懂了吧 對啊 換我出一題好不好 好 你出… 所以你也不要讓大家都打對 讓大家都打錯就對了 對… 至少要一個人懂 什麼東西啊 就是很糾結… 去問手機遊戲大雜會 廣告回來 好玩遊戲一次收起 好啊 你拚了 我哪有可能拚了 你拚了 你真的拚了 真的 糾結 因為我這個很糾結 你跟這個糾結什麼意思 很糾結 很糾結 糾結 我以為很糾結 我跟你說 很糾結 我覺得 一 二 三 四 五 糾結 好糾結 好糾結 來 請 我先把答案放出來 我覺得有一些牌會擾亂到別人 對啊 來 大家請放你們答案 好難猜喔 等一下… 趕快 糾結 一 二 三 四 五 我覺得你不可能那麼那個 快點啊你 到底那個是不是嗎 可以嗎 可以嗎 等一下… 所以有些時候可以故意弄一個 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覺得 但是這樣子你就不會 這樣自己得不到分啊 對 好 好 來 請翻牌 一 二 三 五 五 五 四 四 五 五 這種情況怎麼辦呢 就只有猜對的這三位有分數 只有我們三個有分數對不對 對 你看我多懂你 你懂我 而且你懂我耶 我的答案是這一張 那你知道我是哪一張嗎 這一張 你只有頭髮 好糾結喔 對 因為就會有些人被張牌騙 對啊 因為我發現你看到這張的時候 你心有嫩了一下 對 這個頭髮誰出的 我啊 我啊 安心亞再加兩分 我好強喔 遙遙領先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知道 安心亞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 好玩耶 這個滿好玩的耶 我也欠喔 對 大部分女生都會很喜歡玩 對 所以這樣近距離 這樣感情也變好耶 對 我跟你講 讓他可以把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嘗試 對 他順便再帶出很多八卦 我今天呢 我覺得我今天玩這個桌遊 我得到一個小小的感想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就是說 其實桌遊在玩的時候呢 這一群人會變得感情特別的好 因為旁邊人也看不懂你知道 比如說在玩的就這幾個人 他們都很會玩這個 然後他們別人 好特別喔 跟我們以前玩的就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群他們就有自己的語言 然後自己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桌遊真的滿適合 讓大家可以當好朋友 所以我們等一下繼續玩好不好 好 尤其是還有很多好玩的遊戲 好 但是我們還要再看一下本週 電玩主題館啦 我們這邊有很多好玩的手機遊戲 介紹給大家看一下本週 電玩主題館 手機遊戲大掌握人 大掌握人 那可就拿Fashion囉 趕快鎖定接下來的手機遊戲大拳 馬上收上最新最熱門的遊戲介紹 讓人家這個假期也能夠玩的 佛伊樂福喔 高爾夫球遊戲啊 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不過接下來 要為大家介紹這一款 Super Stick Golf 可就相當另類囉 除了比較真實世界中的高爾夫球場 有高低起伏的波道 沙坑和水池之外 甚至呢 還出現多達兩三層樓的球場平台 我們得精準計算 會乾了仰角與力道 再有辦法將球送上國裡 送入洞口 如果真的技術不夠好 也沒關係啦 遊戲中啊 也準備了各種輔助道具 讓他們可以偷吃步一下 除了恢復傷害感的狀態 這個可以讓球 黏在擊球後的落點 不管是牆壁或是天花板 都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擊球的地方 Roboto 是一個非常有速度感的動作遊戲 簡單來說呢 就是一款機器人版的 音速小子啦 這遊戲中啊 我們透過虛擬方向鍵 可以控制角色的移動 同時搭配紅色噴射鈕 來穿越各種不同的地形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 機器人的噴射動作 是會耗盡燃料的 如果組上方的藍色計量條用完 就沒有辦法做出噴射動作囉 所以在關卡中啊 也別忘了要收集這種藍色的球 讓我們可以補充燃料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利用綠色的射擊鈕 來發射子彈 攻擊關卡中的敵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遊戲關卡中 又不時出現這種 讓我們上下顛倒的雷射 改變角色的重力方向 大家真的要小心注意這一點 才不會不米不白的掛點喔 喜歡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朋友 現在要推薦的這一款 Artillery Brigade 可以說是比較單純 著重在射擊功夫的FPS遊戲 在遊戲中 我們扮演是一個 操控固定砲塔的砲兵 需要操作重機槍、火砲、雙管火箭等武器 來鎮守我們的基地 當然啦 除了一般的步兵 也有機動性更高的吉普車 更為耐打的坦克 或難纏的戰投機 考慮著我們瞄準與射擊的穩定性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由於咱們操控的機槍、火砲 等於射擊的情況之下 都會出現耗管過熱的情況 有影響射擊的效率 在進行長時間射擊時 可別忘了 也隨時掌握射擊的節奏 才被發現敵人已經空到家門口了 我們需要還在等散熱的搞笑情況喔 黑幫類型的遊戲 可以說是電玩界的萬年不敗款 而現在要介紹這一款 Big Time Game Star 就是一款結合了社群要素的黑幫主題遊戲 在遊戲中我們需要經營專屬於自己的勢力 透過僱傭手下 來供應在城市中的各個建築 藉此定時收取保護費 不過有水牢的地方 也是各家勢力避震之地 因此我們免不了的 要進行大大小小的戰鬥 這場合模式中 會以3D的方式呈現 敵我雙方會自動進行槍戰 不過我們其實也可以透過點擊敵人 來加快開槍的頻率 來取得攻擊的主導權 增加取勝的機率 在戰鬥中 我們可以不斷累積金錢與幫派的經驗值 讓幫派的等級提升 同時借助更多可以購入的道具與武器 或是可以招募到更多更強力的手下 除了讓我們可以更順利地攻佔地盤 還可以派遣小弟到任務區 來取得更豐厚的報酬 當然如果能力充足 我們也可以選擇到城市中的競技場中挑戰 說不定也能有不錯的收穫唷 在手機遊戲中 頗不盛名的 Dungeon Hunter 地城獵人 也只有手機版的暗黑破壞神之稱 這次最近推出了第三代的作品 遊戲中我們總共有戰士、星術師、 戲法家以及薩滿的四種職業可以選擇 每個職業都具備兩種不同的攻擊型態可以選擇 像是競戰型的戰士 可以使用大錘或雙劍 魔法攻擊型的星術師 可以使用法杖或元素球 戲法家則是可以使用匕首或弓箭 至於薩滿可以使用盾錘或是長戟來進行戰鬥 這代的低城獵人中 基本上玩法與前座大同小異 我們每一關都需要撐過好幾波的敵人進攻 而且每一波的攻擊都有時間限制 因此我們必須把握時間 把敵人統統解決掉 只是一面的逃走 也是會直接game over的 當然在每一關有最後一波攻擊 依照慣例都是會有一隻BOSS做守衛 只要順利過關 可是要有靈活走位的反應力 才能順利突圍的喔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 開放車動作遊戲 俠盜獵車手系列 除了已經橫跨到遊樂器、掌機 與電腦平討之外 最近也將視力範圍延伸到手機上頭 而現在接觸到這一款 有GTS3 而基礎所一隻的作品 俠盜獵車手3 十周年紀念版 這是GTA系列 在手機上的第一炮 由智慧型手機的性能 越來越好囉 因此這次推出來的一隻版作品 強調的是原汁原味 除了原本的劇情內容 收錄武器 都不會有任何的刪減 甚至在畫面上的聲光表現上 也是不遑多讓 過去呢 曾經玩過原作的朋友 現在也可以在手機上 重新回味當年的經典劇情囉 當然 遊戲內容應該不需要多做介紹了 除了操作介面 該在全觸控螢幕的 虛擬按鈕來控制 需要多花一點時間 習慣一下 其他包括故事的過場動畫 玩具不受限制的遊戲路線 以及任由你自由而搞的遊戲玩法 都會是GTA一關的水準喔 是一款非常有速度感的一款動作遊戲 不僅操控簡單 遊戲的玩法也很單純 我們所操控的主角 會自動往前衝 我們只需要利用螢幕觸控 來控制噴射背包的上升與落下 我們要盡可能讓主角 移動距離是越遠越好 當然 雖然遊戲的上手很容易 但遊戲的難度並不低喔 在關卡中 除了有各種不同的電網 會阻攔我們的去路 從畫面右側 越以不時的射出飛彈攻擊 再不然 就是會出現這種 上下夾擊的雷射網 考驗著我們 操控噴射背包的技巧 這主角一碰多次的情況之下 更考驗著我們的反應力 當然 在關卡中 也不會是出現特殊的機甲裝 可以讓我們的主角 增加一些特殊能力 像這個跳跳裝甲 就可以讓主角 有跳躍扶空的能力 另外 這個大嘴鳥機甲 可以讓主角 貼著地面飛行 還有這個反中力裝 可以讓主角 切換上下不同的行動方向 屬於最應景的 應該就是這個龍型機甲 飛龍戰艦的姿勢 再加上還會噴火 怎麼樣 看起來是不是一整個狠味 在遊戲中 我們除了盡可能 達到最遠的衝刺距離之外 還需要收集金幣 做我們升級裝備的資金 至於這種標示XX4的代幣 可以讓我們的遊戲結束時 獲得額外拉霸的機會 幸運的話 說不定可以重大獎喔 卡房類型的遊戲 在手機上 可以說是非常熱門的一類 不過 除了大家熟悉的防禦類玩法 另外還有一類 帶有些許即時戰略的要素 像是現在要介紹這款 就這類遊戲中的代表 在遊戲一開始 我們可以從正義、邪惡 兩個陣營中 選出一個最我們要扮演的主角 在戰役關卡中 我們需要操作主角 在戰場上進攻敵方的城堡 而敵人呢 也有源源不絕的出現 我們得要利用騎士的攻擊魔法 來進行攻擊 或透過召喚生產的方式 增強武方的士兵 還有敵方的殭屍對抗 不過呢 無論是要使用魔法或生產士兵 都需要消耗MP 與食物的存量 不過呢 還有這兩種能量 都會自動回復 我們只需要抓純使用的魔法 與生產士兵的時機 就可以確保戰場上的戰力充沛 另外 在戰鬥中 我們的主角呢 也可以透過經驗期間累積升級 每次升級呢 都會出現三種隨機能力的選項 讓我們選擇 像是增加士兵生產的速度 強化MP最大值 或是增加主角身邊的靈性影響範圍等 當然 在解決敵人後 我們也可以取得更多的資金 讓我們可以升級解鎖更多的部隊 除了基本的劍兵之外 還有像弓兵 矛兵等單位 可以讓我們升級 或是幫主角 購買新的魔法技能 除了基本的神聖之拳 還有像是兵球魔法 或是補血術可以使用喔 想要應付後面 越來越困難的關卡 可別忘了 要規劃我方戰力的強化培訓喔 上面可或是介紹多款不同類型的手機遊戲 是不是讓大家覺得很滿足了呢 當然 如果大家還有更多 私房珍藏的手機遊戲 也可以推薦給兌換快打 讓我們可以在節目中 推薦給更多 喜歡手機遊戲的朋友喔 家暴 家暴專線 我知道 快點… 把這裡解決出來 快點… 出… OK了 吃吧好不好 出… 好… 我們翻牌喔 1 2 3 1 2 3 1 2 3 等一下 妳人說妳知道 等一下 我現在等一下 做結尾之前 我跟他們解釋這一題 不可不可以幾秒 我怎麼會覺得是5 小小啊 不是 家暴隊那邊是1 3 3嗎 它就1 然後有兩件3啊 3 3 1 3 3這樣啊 我想太多了啦 這個時候合得到融融啊 好 結尾 反正這個有性能 就是說 大家自己去發揮這些小朋友 但這個真的滿好玩的 但是其實平常要玩這些桌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去小柚店裡面 去參考一下對不對 對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繼續好玩 玩這些好玩的遊戲呢 增進彼此間的感情啦 好嗎 那我們就繼續玩下去了 OK 那我的遊戲咧 沒有關係 我們下下集再玩 對 現在覺得這個很好玩 好不好 我們再下玩這個 好 謝謝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好不好 拜拜 接下來 OK 真的這樣 這樣我就沒有翻牌了